柴志平捲弊案 喬反台 臉色暗沉 好憔悴 我沒有任何一個 跟電視台或者是官方 有過任何金錢上的往來 我問心無愧 偶像劇之母 柴志平日前捲入央視 弊案遭中國 儘管她舉起右手表示 我問心無愧 就在這個時刻 柴姐就能從新馬回台了 騙輪 這哪是柴姐 這是刺激師姐吧 我舉起右手花絲 這真的是柴姐 那昨天到柯仁頭老爸開的餐廳開會 但看到記者來不及爭 碎碎一度躲回餐廳換裝 才出來受訪 柴姐現在會擔心大陸的官司嗎 會啊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太難 那當初知道這件事情有沒有嚇一跳 還是說會很擔心後續在中國內地的發展 當然會有點驚訝 所以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 還沒關心柴姐看起來好憔悴喔 那一開始感覺好像氣色好像沒有很好 只是因為這幾天都沒有睡 今天剛回來 會很擔心嗎 不會 天啊柴姐比較擔心 柴姐妳眼睛有點泛紅是剛剛有哭過嗎 沒有了 我眼睛有泛紅嗎 可能是太累了 這是柴仁他爸開的店 那最近還有在跟他家人碰面嗎 沒有我只是臭巧跟朋友約在這邊才行 OK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打擾妳喔 下次不會約這裡了 提到柴仁東他染麻煩後 本已轉學東南科技大學 but 他是妳來辦科學 他上個星期一早就來辦了 他還要退學才能夠轉學 又這麼巧 柴仁東的前女友 蕭雅宣卓宣傳專輯也被問到此次喔 是可柴仁東快點轉學嗎 謝謝 不好意思喔 謝謝喔 謝謝喔 不好意思喔 對 希望大家給他一些空間 讓他調整好自己的心情這樣 其他就 就 我覺得他們公司回答比較挑戰 憑鬼了新聞 哎唷 查經紀公司 可能要先處理採取這條啦 報道